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归吾》的小说《秘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山田凭借》,是一个已经过了三十九年平淡无奇日子的普通工人。 他的妻子叫做侄子,为人直爽能干,女儿早奈美,天真可爱。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呀,他将会一直享受着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至终老。 这是1985年三月的一天,早晨八点半,下了夜班的凭借回到家,和往日一样打开电视机调到固定频道。 因为妻子和女儿去了长野的岳父家参加堂兄的葬礼,他只能独自一人吃早餐。 他从冰箱里拿出妻子临走前准备好的饭菜加热。 电视机画面中出现的不是平日播音员的笑脸,而是一起大巴翻落山谷的交通事故。 凭借对此毫不关心,此刻他最想知道的,是他最关心的,也是他最喜欢的相扑选手,有没有赢得比赛。 就这样,他一边享受着美味的早餐,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事故的播报进程。 可是,随着记者播报出更加详细的事故消息,一股不祥的感觉渐渐地涌上心头。 当记者念出受伤人员中有幸山田的母女二人时,凭借再也抑制不住了,他跪着,滑到电视机前紧紧地盯住屏幕。 翻落悬崖的大巴,正是妻子和女儿乘坐的那一辆。 天哪,不可能,这种悲剧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凭借冲出家门,一路开车,急奔到医院,妻子已经奄奄一心,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最后一面。 随后,医生告诉他,女儿早待美,可能成为植物人。 他明白,无论自己怎样的哀痛,怎样的祈求上天,侄子也不可能复活了。 幸运的是,女儿保住了性命。 如今他能做的,只有静静地守候着女儿醒来。 几天后,消防员告诉平借,侄子在大巴翻落的瞬间,以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早待美,所以女儿基本没有受伤。 这真相让平借更加的痛苦不堪,他是如此的深爱着侄子,他哽咽着喊道。 侄子,侄子,侄子,侄子。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声音。 怎么了? 平借吃了一惊,以为有人进来,可是房门是紧闭的。 正当他以为自己出现幻听的时候,声音再次传来了。 喂? 在这里? 在这里呢? 老公, 你,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早待美醒了,本该叫凭借爸爸的早待美,却叫自己老公,还声称自己就是侄子。 不管凭借如何的目瞪口呆,如何的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却切切实实地发生了。 眼前的这个人,拥有早奈美的容貌,可意识,却是侄子的。 故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诡异的事情发生呢? 咱们的主人公平借,也一样想知道为什么。 他跑去图书馆,找到一本名为《超长现象试点》的书。 书中记载了一些事例,竟然和侄子的情况类似,但是却都没有科学解释。 如果非得解释的话,只能说是灵魂附体了。 侄子的灵魂附在了早奈美的身体里。 尽管这事儿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凭借还是接受了这铁蒸蒸的事实。 如果就这样把真相公布,那么不管怎么解释,人们都会把侄子和凭借当成是精神病人。 所以,他们决定就让侄子以早奈美的身份活下去,而且这么做似乎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侄子现在住在六年级小学生的身体里,结婚戒指对他来说太大了,于是他把结婚戒指缝在泰迪熊中,当作他和凭借之间的秘密。 做了三十六年的家庭主妇,突然间,要从小学生做起,侄子一时也难以完全适应,比如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有时候会显出超越年龄的成熟。 凭借机智地把他的反常行为归结为车祸造成的精神恍惚,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而剩下能做的也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声援他了。 一切仿佛回到了既定的轨道,侄子每天放学回家做家务,凭借下班回家吃晚饭。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三个人的秘密生活。 凭借每天早上要送自己的妻子上小学,这真是一件正常人打死都不会相信的事。 这一天,送完侄子上学以后,凭借来参加遇难者家属集会,商讨关于赔偿的善后事宜。 一进入会场,凭借立马就感受到了遇难者家属脸上那种难以言说的悲伤。 这些家属中,有一位叫腾奇和狼的男人尤其不幸,他失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残酷的现实真是可怕,双胞胎连死相都一样。 凭借也是失去了女儿,但他对这件事还真没什么概念,更无法想象到失去女儿的悲伤。 会上代表律师提出,最低索赔金额为八千万日元。 然而大家也都清楚,就算最终真的能够获得这样巨额的补偿,至亲至爱的生命也是无法挽回。 那种失去至亲至爱的悲伤更是不可能被冲淡的。 就在集会即将结束之际,遇难者家属联合会的干事表示,赵氏司机的妻子,烧川争子女士,想当面向大家致歉。 大多数的家属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道歉,纷纷选择退场。 少数留下来的也是恨意难平,毕竟是他的丈夫疲劳驾驶才酿成了这场灾难。 如果他直接出现在大家面前,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烧川争子最终还是进来了,但是他的道歉被腾齐的抗议打断了,这场集会就这样尴尬地散场了。 会后,凭倩好心地送烧川争子回家,他发现烧川家竟然是如此的贫穷。 原来,烧川姓广是为了赚加班费而不眠不休的工作的。 如果大巴公司的工资连养家糊口都不够,还有人愿意干吗? 征子告诉平姐,他从来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单,丈夫从去年开始为了不出现财政赤字而拼命地加班。 可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月根本剩不下什么钱。 征子的确不像是在撒谎,丈夫拼命地工作,可家里的钱却不见多,这可真是一件怪事。 难道姓广把钱用在了别的女人或者是赌博上吗? 不管是为了女人还是赌博,司机强撑着疲乏的身体开车,最终酿成大事故,害得无辜的乘客失去了生命。 平姐可不甘心就这么算了。 再次见到征子的时候,平姐才得知,征子和前夫有个女儿叫易美,而梢川姓广在之前竟然也结过一次婚。 难道他拼命工作是和前妻有关吗? 平姐和侄子在家里以夫妻的模式相处,出门就切换到妇女模式。 两种模式的无缝自由让平姐感到非常满足。 然而,这样的幸福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就在侄子迎来了月经出巢后,他和平姐之间就酝酿起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少女总是会莫名地排斥父亲。 尽管侄子心里爱着平姐,可是却不自觉地开始和平姐保持距离。 平姐决定让侄子在家里也管自己叫爸爸。 就这样,两个人在家中也开始以妇女的身份相处。 不久,平姐从乔本多惠子老师那里得知,侄子竟然想要考私立学校, 因为私立学校的学生可以不用参加升学考试而进入大学。 凭借表面上故意嘲笑侄子,心里却明白,考私立学校需要费很大的功夫, 这样一来,侄子就没功夫理他了。 侄子一直坚定,他觉得以前的自己白白蹉跎了许多岁月, 甚至没有能够掌握遗己之常,一定要做独立的女性啊, 他不能够让女儿的青春留下遗憾, 一定要替早奈美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了不起的女性。 对此,凭借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他习惯了做了多年家庭妇女的侄子, 难道做家庭主妇有什么不好吗? 日子还是要天长地久地过下去, 现在的侄子既是侄子又不是侄子, 这个人拥有妻子的意识和女儿的身体。 凭借真的不明白了, 自己失去的到底是妻子还是女儿啊? 作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中年男子, 还能不能恋爱呢? 乔本多惠子老师对自己态度暧昧, 而说实话, 自己内心深处也是有点喜欢她的。 但是,毕竟爱的还是侄子啊, 她绝不允许自己和别人恋爱。 遇难者家属联合会和诗诗大巴所在的大黑交通公司 关于赔偿的交涉照例举行, 赔偿金额最终定为5200万日元。 所有的家属在协议书上签字以后, 这件事儿就逐渐地淡出公众事业了。 凭借在会上得知, 赵氏司机烧穿性广, 生前的确非常需要钱, 可是他拿钱来做什么呢? 不久, 凭借又一次见到了烧穿征子。 征子告诉凭借, 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在给一位叫更岸点子的女人汇款, 所以这两年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突然恶化。 而这位更岸点子正是姓广的前妻。 侄子小学毕业的那天, 烧穿征子因为心脏麻痹去世了。 葬礼过后, 征子的女儿易美把继父生前最真爱的怀表送给了凭借做纪念。 侄子坚持不懈地努力得到了回报, 他如愿地考上了私立学校, 成绩也很快地名列前茅, 家务活也越发地精进。 生活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 却让凭借回到了现实。 这天半夜, 喝了酒的凭借进浴室洗澡, 恰好撞见正在洗澡的侄子。 侄子慌忙地背过身去, 应付了他几句便离开了。 凭借只是想和往常一样与妻子共浴, 即使侄子拥有早奈美的身体, 早奈美小时候不是也和自己一起洗澡吗? 侄子的反应让凭借感觉受到了羞辱, 而侄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不讨厌爸爸, 却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变化的, 侄子已经完全进入十几岁孩子的世界, 在这片世界中, 他看到了很多精彩的事物, 这些事物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另一种精彩。 这片世界是不惑之年的凭借, 无法企迹, 无法理解的, 而侄子自己却对这种变化浑然不觉。 随后, 侄子向凭借道歉, 凭借也努力克制自己维持着生活的平静, 两个人都不想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 会被这种矛盾一点一点毁掉的事实。 转眼间一年半过去了, 凭借获得了一个出差到渣谎的机会, 他想起肇事司机烧穿姓广的前妻就住在渣谎, 就是为了他, 司机才酿成了交通事故的。 可是为什么姓广在和他离婚多年之后, 却突然开始给他寄生活费呢? 凭借猜想, 这个叫更暗点子的女人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而他至今不曾露面。 于是凭借决意要去见一见他, 哪怕只确认一下他知不知道烧穿姓广的死讯。 凭借想起了姓广生前最真爱的东西, 那块并不贵重的怀表, 却发现怀表里面有一张五岁左右小男孩的照片。 烧穿姓广只有一个妓女, 里面怎么会有一个小男孩的照片呢? 最终在扎谎, 凭借见到了照片中的小男孩, 也就是烧穿姓广的儿子, 只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这个叫更暗文野的大学生, 一听到凭借提起烧穿姓广, 立马一脸痛恨的样子。 原来,烧穿姓广年轻的时候, 忽然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跑了, 妈妈忍气吞声地离了婚, 后来为了供自己上大学吃了很多苦头, 这一次是他拦着妈妈不让他参加那个使乱中气的男人的葬礼。 听到这儿, 凭借忍不住把姓广给他妈妈寄生活补贴, 供他上大学的事儿, 告诉了文野。 文野惊呆了, 他说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儿。 那这就奇怪了, 典子为什么不告诉儿子呢? 烧穿姓广仅仅是为了赎罪, 才给母子二人寄钱的吗? 这迷雾一般的事情错综复杂, 令人头绪纷乱。 出差期间的凭借还有不少的空闲时间, 于是他就随处乱逛, 鬼使神差地暂时抛下爸爸的身份找了一个妓女。 这方面, 凭借已经憋了两年半。 在这个妓女面前, 他十分地拘谨, 这位妓女无情地嘲讽他。 只和你的妻子一个人做就行。 这句话把他拉回到无情的现实。 凭借对现在的妻子, 不能抱有爱情的幻想和性欲, 那么这还算是他的妻子吗? 把现在的女儿当妻子来爱, 这还算是他的女儿吗?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了。 新年第一天, 侄子告诉凭借他将来要读医学, 因此要考男女混合高中。 凭借只要一想到, 侄子将要和十几岁的青春男生相处, 就十分地抗拒。 为什么要和男生混在一起呢? 难道侄子是想借早奈美的身体 重新地享受一次青春吗? 然而, 这种小肚鸡肠的想法还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侄子接触到更多的男生, 凭借的理智防线很快地被冲垮了。 侄子得偿所愿, 进入到了理想的高中, 高中的生活丰富多彩, 侄子因为参加网球俱乐部而经常挽回家, 这让每天等他回家做饭的凭借感到十分地不满。 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凭借终于意识到, 自己和侄子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不能够对侄子抱有爱情的幻想和性欲, 可是侄子却能够重新地享受一次青春。 这种感情叫嫉妒, 要知道, 有的时候男人嫉妒起来, 可一点也不比女人差呀。 终于凭借被嫉妒蒙蔽了理智, 他不允许侄子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 启英是一位叫相马的男生, 总是和侄子打电话, 这让他开始感到不安。 他用录音机录下侄子打电话的内容, 偷看侄子的日记, 私自拆看侄子的信, 而每每这样做, 凭借的内心就会感到很满足。 就在圣诞前夜, 侄子发现了录音机, 这让他大为光火, 而凭借也终于忍不住了。 虽然你希望借年轻人的身体, 让人生重新来一次, 但是你别忘了, 那必须是在我的允许范围之内。 我没有划过心, 也没有考虑过再婚的事。 你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班主人不错吧? 啊? 我也很喜欢他, 甚至想过和他交往, 但是最终还不是连电话都没打过吗? 因为我不想背叛你, 因为我想到, 我是你丈夫。 侄子像一个坏掉了的木偶一样走回房间。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传来了抽泣的声音。 从那以后, 他很少再开口说话了, 聚会活动也不再参加, 考医学专业的事儿也很少提起了。 凭借总担心, 有一天, 侄子说不定会离家出走, 甚至自杀。 这一天, 凭借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是更暗点子。 原来, 他得知凭借在事故中失去了妻子, 所以要赶来道歉。 他认为上次儿子告诉凭借的事儿 和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并且那次大巴事故, 起码有一半的责任在他。 如果不是自己做买卖不顺利, 不能够供儿子读大学, 韶川也不会提出 每个月给他十万日元的补贴。 如果不是为了赚取补贴, 韶川也就不会疲劳驾驶, 那么这场悲惨的车祸 也就不会发生了。 凭借表示, 韶川不过是为了赎罪 才提出给予补贴的, 莲子完全没有必要道歉。 听他这么说, 庚岸点子终于缓缓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庚岸文也并不是 烧川的亲生儿子, 在跟烧川结婚之前, 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过。 当时他想着, 孩子也有可能是烧川的, 便把孩子生了下来。 到了文也二年级的时候, 一次验血的结果, 烧川才得知真相。 他什么也没说, 很冷静地留下了一张字条, 然后离家出走了。 字条上只写了一行字, 对不起, 我无法装出父亲的样子。 可是, 烧川既然已经知道 文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为什么还要提出帮助他呢? 点子说, 烧川最终明白过来, 自己不应该只想着 还有没有做父亲的心情。 爱一个人就应该让他幸福, 既然那么爱文也, 文也最需要的是父亲, 当年自己父亲离开, 太糊涂了。 爱一个人就应该让他幸福, 这句话盘旋在凭借的脑海中, 他渐渐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而且早在几年前就有了答案, 既然爱侄子, 侄子要替早奈美实现梦想, 那么就应该让侄子去这样做呀。 回到家, 他开始称呼侄子早奈美, 并且对他说对不起, 一瞬间, 侄子也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想着一切都结束了, 凭借不得不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侄子穿着睡衣朝着窗外发呆, 嗓奈美, 他喊了一声, 他慢慢地回过头看着他, 爸爸, 凭借说, 你穿成这样会感冒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凭直觉感觉到了一丝意一样, 爸爸, 我这是怎么了? 什么? 我记得我上了大巴了呀, 明明应该是和妈妈去了长野, 可是为什么现在我还在这儿呢? 我记得我上了大巴了呀, 明明应该是和妈妈去了长野, 为什么现在我还在这儿呢? 一时间, 凭借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无法理解自己听到了什么。 很快他意识到, 女儿早奈美真的回来了, 天哪, 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早奈美的记忆还停留在出世的那一年, 凭借告诉他, 妈妈确实已经死了, 可是灵魂还活着, 一直替你活到现在, 替你考上了好学校, 替你度过了一段无悔的青春, 可是早奈美却难以接受失去妈妈的现实。 当早奈美昏倒再次醒来的时候, 侄子的灵魂出现了, 他们确信, 早奈美并没有死, 只是她的意识休眠了, 所以她肯定会再出现的。 侄子决定给早奈美写信, 把发生的一切都写下来, 等早奈美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些信, 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早奈美也可以通过日记和侄子沟通。 七天后, 早奈美再次出现了。 读完了妈妈的信后, 她又一次昏睡过去, 就这样, 一次一次, 早奈美出现的时间越来越长, 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大概由于侄子已经把知识储存在了大脑中, 早奈美竟然可以直接地学习高中的知识。 最近一段时间, 早奈美醒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这也就意味着, 侄子醒来的时间会越来越短。 凭借意识到, 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彻底失去侄子, 只是现在的她还在一厢情愿地不肯面对。 终于有一天, 侄子通过早奈美约凭借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山下公园见面, 凭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她带着女儿一起洗了车, 重新装了旧CD, 做了头发赴侄子之约。 在公园的长椅上, 早奈美睡着了, 侄子醒了过来。 两人回忆着年轻时候相恋的甜蜜, 最终侄子说出了那句, 谢谢你, 在最后时刻还能带我来这里一次。 果然, 这是侄子最后一次存在了, 凭借没有流泪, 她很想大喊一声, 侄子, 却发不出声。 就这样, 侄子走了, 早奈美回来了。 你一定会哭的, 我敢跟你打赌, 你一定会哭。 凭借的姐夫说道, 就在今天, 凭借要嫁女儿了。 自打侄子消失以后, 已经过了九年的时间, 早奈美如今已经二十五岁了, 在一所大学从事大脑研究工作。 这些年, 她们很少提起侄子, 早奈美认为当时的侄子, 只不过是自己另一重人格, 对妈妈人格的模仿。 可是凭借根本不能接受这种解释, 怎么可能? 难道自己会分辨不出妻子和女儿吗? 早奈美结婚的对象是更暗闻也。 在到达婚礼现场之前, 凭借找出了稍穿性广的怀表, 她决定要在今天把她带到婚礼现场。 看起来这块表却丝毫没有走动的迹象, 凭借决定拿去附近的松野钟表店维修。 闲聊中, 店主告诉凭借, 虽然早奈美让自己保密, 可她仍然觉得很感动, 所以忍不住告诉了凭借。 早奈美的结婚戒指, 是用妈妈的遗物, 侄子和凭借的结婚戒指该做的。 凭借听吧, 心猛的一跳, 脉搏加速, 浑身血脉分张。 这怎么可能呢? 早奈美不可能知道 侄子的结婚戒指藏在太迪熊里这件事啊。 这是侄子亲手放进去的, 这是她和侄子之间的秘密。 即使是侄子在日记里写道过, 可是早奈美为什么要让店主保密呢? 事情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侄子没有消失。 自从凭借开始叫自己早奈美, 侄子就明白了, 原来凭借希望自己幸福地做早奈美, 于是她下决心装作早奈美苏醒的样子, 让自己一点一点地消失。 在公园的那一天, 正是侄子放弃自我, 以女儿的身份继续活下去的日子。 凭借飞奔到了婚礼现场, 看到穿婚纱的早奈美, 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侄子 也穿着合身的婚纱。 在对视的瞬间, 凭借什么都懂了, 侄子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再问也没有意义了。 凭借默默承认了两个人之间永远的秘密, 双手捂着脸, 不顾一切, 歇似底里地哭了起来。 各位听众朋友, 听完这本小说, 您是不是和我一样, 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呢? 我们都知道东野龟吾的小说, 精彩之处啊, 往往就在于看似一步一步地写案件, 可是到最后啊, 却发现其实是在写人。 实际上这本秘密, 很难算是纯正的推理小说, 一个虐心的开头, 转折性的结尾, 让这本书比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更加地催人泪下。 在这本书里, 有很多关于爱情和亲情的秘密。 妻子的灵魂, 附在女儿的身体里, 这是凭借和侄子之间的秘密。 给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寄生活费, 这是烧穿性广的秘密。 装作不知道侄子没有消失, 这是凭借的秘密。 让自己消失, 以女儿的身份活下去, 这是侄子的秘密。 为了让爱的人幸福, 他们每个人都甘愿 让这些秘密成为永远的秘密。 爱应该是宽容和奉险, 而不是禁锢和索取。 最后相爱的两个人, 选择了为对方让路, 但是却被命运再次捉弄。 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了, 有些秘密就不要拆穿吧。